啊 滿身汗耶 炎炎夏日 一到中午 體感溫度瞬間飆迫40度 正值用餐時間 台北市信義區六月下旬 卻傳出了無預計跳電 超過一千戶大受影響 店家生意被迫停擺 民眾更是一邊吃飯 一邊擦汗 怨聲載道 當然也很困難 頭上頭下到 還沒電 還要做生意 還沒做 人家要來買 我也比說這樣 我說停電 我們女兒說 你等黃漆還會停電 停個一兩次就嚇到我都不安 最怕是晚上 因為晚上如果停電話 這門都不能關 他們沒辦法睡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因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停電 你稍等多少位 我告訴你 真的抱歉 抱歉 每逢停電 里長的手機和辦公室電話 就會被打爆 尤其次數越來越頻繁 這也讓人相當困擾 所有的李民他忽然停電了 有時候像一些美容院 他就需要用電對不對 那這樣子他就很緊張了 很多的一些小吃店 他怕他的冰箱停太久 他冰箱食物會壞掉 就在很多的狀況 然後就打電話說 要停多久 要停多久 所以一直接不完 然後手機也接 那個室內的電話也接 你就變成是一直要接電話跟他們講 近年來發生多起大停電事件 各地也頻傳區域性跳電 讓民眾對於供電品質產生質疑 台電解釋 4到5月開始是鳥類繁殖季節 鳥害頻傳才會導致 近期的區域跳電有增加的趨勢 我們的事故造成的停電 跟供電足不足夠 缺不缺電這個是兩回事 就是說我供電是很足夠 可是我電廠發一度電 那我要經過我的輸電系統 配電系統 然後才有辦法送到用戶 這個環節只要這個電網 輸電網或配電網有故障 那你電就沒有辦法送到用戶 那這個就是事故的停電 不過檢視近5年的4次全台大停電 其中有兩次 都是因為台電人員舒適所導致 學者認為老舊設備跟人才 也是停電的一大主因 根據經濟部統計資料 2012年每戶每年平均停電時間 是19.05分鐘 2021年降為16.376分鐘 9年下來下降了14% 而在全台停電次數的部分 2012年是21,000次 到了2021年則降為大約9,000次 降幅達到21.8% 不過這跟民眾的感受似乎不太一樣 學者也懷疑存有黑數 經常性的條件 民眾感受最深嘛 那以前你說頻率以前也沒有比較少啊 問題是以前停電的時間沒那麼長 影響的戶數沒那麼多 現在雖然次數有相對比較少 可是停電的時間被拉長 停電的範圍也變得比較大 那這個都是以前沒有的問題 可是在現在正在擴大 上游的故障 上游的故障影響範圍會很廣 時間會很長 如果這個把它算進去 確實是平均停電時間是增加 不過我們在講就是電網 這個供電品質可靠度 通常我們會把那些極端的事故把它排除 譬如說颱風啊地震啊 台電強調目前供電充足 會停電多半是事故所導致 但檢視台電6月份的供電情形 藍色曲線代表尖峰負載量 綠色是備轉容量 紅色則為備轉容量率 標準值為10% 曲線會隨著每日用量不同 呈現高高低低 在6月20號之前 大多都能維持在標準值10%以上 之後尖峰負載量一路飙升 23號只逼4000萬瓦 創下歷史新高 使得當日的備轉容量率 跌到6.28% 6月29號更只剩下3.37% 達到了橘色警戒 算一算在6月的最後10天當中 就有7天低於10%的標準 讓專家直言 接下來七八月份的電力吃景問題 將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如果你去看我們最近幾個禮拜的 即時備轉容量率 其實都是剩下6% 7% 前幾天還出現過一個4% 5%的 那這個根本就是已經供電警戒了 台電在計算備轉容量率的時候 他把太陽光電算進去了 前一天太陽光電如果發電量很高的時候 隔天你的備轉容量率就很高啊 到了晚上500萬千瓦的太陽光電不見了 晚上還有一個尖峰要上來 這時候尖峰上來的時候 馬上就供電吃景 對此台電強調 日間備轉容量可以達到400萬瓦 等於是尖峰用電4000萬瓦的10% 有符合標準 但夜間則只有250萬到280萬瓦 確實稍稍吃緊 因此目前以價格來壓低 夜間的用電量 大用戶的時間帶著挪移 我們就鼓勵他 你是不是在夜尖峰時段 能夠減少一些用電 調整你的產程 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在規劃的電動車的充電費率 我們一天24小時裡面 尖峰的收費只有6個小時 夏天就是下午的3點到晚上的9點 這個充電是比較貴的 不過台電最大的潛在危機 恐怕是在發電端 政府祭出2050年完全廢除核能政策 再加上未來三年 台灣處於老舊電廠廚藝的高峰期 新增機組跟不上淘汰速度 都可能讓供電問題雪上加霜 發電端的問題就是電力不足 因為核電廠本來佔電力的倍比是14% 那核電在2025年要全部除疫 那現在已經砍掉剩下5% 那替代的燃氣的基礎上不來 沒有如此執行力 達不到疫情的目標上不來 所以供電端有很嚴重的缺電壓力 會亦來亦嚴重 檢視台灣目前各項發電占比 其中火力發電占的大宗大約66.7% 再生能源則為22.6% 核能則為5.6% 但目前台灣以廢核為目標 再生能源發展又緩不及其的情況之下 要解決供電吃緊問題恐怕需要更多的配套 我知道再生能源部分大概發電 達成目標大概在6% 7%左右 那距離20其實還很長的一個距離 那這個東西其實政府的執行能力可能就要去 要去督促了 不然到處會到達不了那怎麼辦 又會不會產生停電缺電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核電 讓它延育下來 核電其實是一個零碳排 而且它的成本是比較低的 當作一個備員的一個選項 同時我們也在想說 政府是不是要去開發新的能源 像氫能 台電的規劃就第一個 綠電當然是大量去發展 然後讓綠電能夠併完 再來就是 新增燃氣複旋軟機組 然後來 替換這個藍煤機組 能源危機就是股安危機 除了開源節流 台電也必須進行全面改革 從一次次的意外中進取教訓 台灣的電力供給才能夠安全無虞